林心如带女儿出行,简直就是翻版霍建华 网友,太像了吧? 林心如是一位超级优秀的演员 相信很多人认识林心如,都是从 排珠格格,这部经典作品当中对她有所熟知的 就算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林心如还是非常的漂亮 大方,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母亲 自从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之后就非常的低调 负责在家相夫教字 而霍建华也偶尔出来,拍拍戏 大家都知道两人还生下了一 个漂亮的女儿叫做小海豚 有人最近也看到林心如抱着自己的女儿出来 她的女儿张得非常像霍建华,浓眉大眼 果然两个张得好看的人在一起孩子的基因也是好的 现在大家也非常的看好她们 同时也希望两人日后越来越幸福 照片中林心如抱着女儿的样子 真是母爱泛滥,尤其是她的大眼睛 像极了霍建华 林心如带女儿出行 简直就是翻版霍建华,网友,太像了吧 当天林心如受媒体邀请拍摄一本杂志的大片 其间她还当场搜出一张18年前的旧照 那时林心如年轻时在香港拍MV所留下的纪念照 模样非常清纯可爱 如今18年过去 林心如不否认自己已经变得成熟一点 也有了岁月的痕迹 但她依然自信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连主持人都惊叹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 不过,林心如如今也有自己的软肋 原来女儿小海豚肤色天生很白 大概是遗传了霍建华,白豆腐,的良好基因 所以林心如很怕跟女儿一起拍照 这样会显得自己肤色黑黑的,觉得自己好丑 肤色黑就不会用美颜吗? 林心如说这样觉得不公平 又不能只修自己,但是给女儿修又太过头 毕竟她的皮肤已经很白了 林心如只好在每次未卸妆的情况下和女儿拍照 被问到素颜的情况下不敢跟女儿拍照吗? 林心如则敷衍着哈哈大笑 霍建华是天生的肤白 女儿能遗传实在是万幸 这项自带属性要令多少妹子羡慕啊 所以每次谈起女儿来,霍建华都一脸的幸福 此前,17日,霍建华在日内瓦出席某手表代言晚宴 当天她身穿一身笔直的西装 看起来非常的游行帅气 但由于当时林心如的心系,我的男孩,遭到下架 令她有些愁眉不展 不过,谈起女儿来,霍建华却露出连日来都没有的笑容 此前因拍摄,如一传,不能陪在女儿的身边 但每天依然要看女儿的照片 现在只要休息 她就一定会赶回家看小海豚 当天霍建华还给以后步入18岁的女儿送上6个字 她希望女儿要快乐,开心